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到了2020年的最後一集啦 不知不覺就完成了11位嗎 對 我們不知不覺就改造了11位素人耶 非常的有成就感 對 而且現在12月 節慶應該非常的多了 沒錯 12月就是很多就是節慶啊 活動要出席的對不對 三天三夜 好嗎 好嗎 不知道到我們最後一位了 會給我們什麼大挑戰呢 對 沒錯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他的IG 哦 跟以往的model很不一樣耶 非常 哇賽 以前的model都走外在美 這個除了外在美 這個除了外在美 還有內在美 沒錯耶 你看他的整個就是 非常的勇於表現自己的質感 對 展展現自己耶 他身為自己的 嗨 嗨 是他本人嗎 這不是吧 這個 我們來對比一下 我覺得I7都很活啦 本人好像有點柔軟 我覺得我是慢手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聊三天 再開始化妝好了 他比較想去Party 我覺得他真的你們嚇到啦 所以你是想要挑戰什麼樣的妝容 是像我們Ivan說 你想要去Party了嗎 我是耶 因為我可能膚色粉身比較深 然後我會比較擔心說 有很多顏色 然後用在我的身上會 可能會不好看 因為其實除了繽紛以外 也有蠻多人 越來越嘗試用光的方式 去呈現不一樣的 然後比較特殊的妝容 可以在派對上面啊 出席活動的時候 都可以去做御用 我超喜歡打亮 最閃的那個 對 最閃耀的心 那就讓我們趕快 進入今天的改造吧 我平常很喜歡修容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妝感 不要這麼厚的感覺 那其實可以先從深色的粉底 然後我們從我們臉部的外輪廓 開始去上 淺色部分再加強在我們的眼下 在底妝就可以馬上做出 立體修飾的妝容 打亮部分的話 我除了加強在他的顴骨 那我也要讓他的底妝看起來更加精緻 那我也在他的鼻頭這邊去做加強 做一個小鼻頭打亮的動作 那這樣其實 我也覺得也蠻符合他 一開始初衷想要的期待 他其實想要打造一個玩色的 這種派對眼妝 但其實我們也發現 蠻多女生想要打造這樣的眼妝的時候 都會想要放很多的顏色 但其實可以不用這麼的繁琐 像今天打造的這種橘色 去加強我們眼睛的深邃感 那他可以用一個比較帶有一點光澤感 像是今天的泥光紫 他可以在眼頭的地方去做一個點綴的方式 就可以創造出一種撞色的感覺 同時又可以提升他眼睛的明亮感 那因為這樣子的色彩 其實他是比較亮眼的 所以在深邃度的部分的話 像內眼線或是眼線 只要透過稍微平拉順著拉 讓他的眼型可以看起來更加的深邃立體 其實就可以了 那特別的話是在他的眉毛部分 因為其實模特爾他的眉毛相當的濃密 那毛流感也非常的就是流暢 所以今天特別就用了一個野生眉的方式 去幫他做打造 技巧很簡單 其實可以選用一些像是 睫毛的美容精華液 那因為他裡面都會有一些 讓睫毛持續捲翹的定型效果 這時候只要在我們的眉頭簡單的疏順 然後就可以打造出我們眉頭根根分明的毛流感 今天的話我們主要是透過兩個顏色去做色彩的對比 那讓他的眼妝跟唇妝有一個很好的一致性 在唇妝的最後也透過唇密 增加唇妝的飽和度 以及他的光澤度 那可以打造一個很好的水潤風塵感 對比賽 結果改造後我會覺得他就很像 宇宙裡面最閃爍的那顆星 有燕麗般的外表 可是就充滿神明的感覺 這是一個自帶美光燈的焦糖美人 Party裡面最閃耀的Cream 哇不得了了 混血女神 咧 我們剛剛好看